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开始录影了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来收看 狂衣秀节目 黄衣秀告诉你疯狂的医疗故事 劲爆的医疗尝试 也让你解决疑难杂症 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样的题目 要做什么样的疾病 很难发现 一旦发现很快的就要你的命 这个大家一定非常有兴趣 除了 心血管疾病造成心肌梗塞 跟中风之外 我们最怕的疾病就是 癌症 所以我们今天的疾病号称 最严重 最夺人命的 遗障癌 现代的人 大概都是 糖癌色变 一个 健康的人 突然间 医生告诉他 你得了癌症 那种表情 绝对是 看了之后 永远 忘不了 每个人心里 都会觉得 我是这么健康的人 怎么会得癌症 癌症又是这么可怕 所以 心理上的 否定 怀疑 拒绝 到最后的接受 其实 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心理调试 过去 统计上 胰障癌 是 发现在 70岁以上的老人家 由于现在 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 癌症 尤其是胰障癌 越来越有年轻化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 胰障癌最有名的 是 甲博斯 他得了一个叫做 神经内分泌瘤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 分类上 大致上 就有两种形态的 胰障癌 第1个叫 胰障腺癌 胰障腺癌 号称是 最可怕的癌症 大部分 得了胰障 腺癌 5年的存活率 5% 5年 5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 100个人 里面 得了癌症 胰障癌 这个癌症之后 经过了5年 不管你治疗 或是有多么好的 药物的 一种给予 100个人 5年之后 只有5个人是存活下来 那么 少部分的 神经内分泌瘤 虽然它长得很慢 什么叫神经内分泌瘤 神经内分泌瘤 在初期的时候 它并不像 恶性肿瘤 那么可怕 因为它长得很慢 神经内分泌瘤 由 稍微的 良性偏中 等恶性要转移成高恶性 神经内分泌瘤 这个时间大概要经过7到8年 所以这7到8年的时间 其实是 很少人会发现自己的 得了这个神经内分泌瘤 而且它的症状也会比较跟一般的 症状 容易做个混淆 那这是少数的神经内分泌瘤 当然 这个神经内分泌瘤 在 我们的身体 各不会 从 胃 小肠 胰脏 都可以长这种 神经内分泌瘤 所以各位 不要以为 你做过胃瘤 大肠瘤 都没事了 但是你的身体 总是觉得不太对 脸会潮红 会常常 腹泻 恶心 呕吐 想吐 但是你又找不出什么原因 那么 神经内分泌瘤 里面所分泌的大概就是像 很多内分泌素 所有里面所 都会 分泌在 藏在神经内分泌瘤里面 它是属于 一个中等恶性的 癌症 最为可怕的叫 胰脏 腺癌 所有的 胰脏癌 几乎八九成 都是 胰脏腺癌 胰脏是 胃后面的一个 类似 长形的 一个器官 它的功能上 主要是分成 两大类 一个叫外分泌性 一个叫内分泌性 它的外分泌性 主要就是分泌 蛋白酶 脂肪酶 跟 淀粉 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淀粉 脂肪 蛋白 它都有参与 消化的作用 那么 胰脏是最后一道 分泌这些综合性的 消化酵素 把这些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变成 很细小的 能够有小肠吸收的 营养素 所以它的责任是 非常重大的 第二个它是 一个 内分泌器官 内分泌器官 它分泌 胰岛素 上肠基素 还有 胆党收收素 常见的我们 内分泌素 内分泌 激素 它分泌到血液 外分泌的酵素 它分泌到 小肠液 好 所以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就是 遗脏 所 主掌 最重要的功能 遗脏最怕什么 最怕油 他怕酒 每天大量喝酒 发生的症状有哪些 黄胆 有些人在黄胆 他自己会不知不觉 黄胆怎么样去发现 一个人的眼睛 我们叫拱膜 就是眼白那个部分 本来是白白的 突然间慢慢慢慢变黄了 接下来才会皮肤变黄 那口腔粘膜也会慢慢的变黄 黄胆是非常可怕 也会要人命的 我们曾经遇到黄胆最高的 因为黄胆正常值是1以下 那曾经遇到超出四五十倍的 黄胆指数这么高的 黄胆的造成原因分成两类 第一类叫阻塞性黄胆 第二的叫溶血性黄胆 那么溶血性黄胆 就是你的红血球过度的破坏 经过皮胀 红血球在每三个月 一次的更新老化当中 它会经过胰胀 把老旧的红血球破坏 胆管跟肿胰管进入我们十二指肠的位置 那个位置出口遭到堵塞的话 就叫做阻塞性黄胆 黄胆指数就会急速的升高 那为什么会堵塞到 大部分都是因为肿瘤的关系 最常见的还是胰胀癌或是胆道癌 造成这些应该排泄黄胆 胆肢的胆道受到阻碍 而绕成黄胆 这叫做阻塞性黄胆 溶血性黄胆 因为它是大量的红血球破坏 超出一般身体能够处理的速度 而造成了黄胆 黄胆会造成身体会痒 这是一个最大的最常见的胰胀癌的症状 那么第二个呢又叫做腹痛 尤其是你在吃了大量油脂的东西之后 会造成觉得肚子胀胀的消化不良 会造成左边腹部或左边的肩膀 觉得酸不舒服痛 甚至于延续到背后后背痛 因为我们在上节讲过 胰胀是生长在胃的后面 所以它的疼痛一般都在后背疼痛 所以这个就是胰胀癌的先期症状 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是胃的问题 做了胃镜又没有事情 所以它就忽略掉胰胀的一种警讯 第三个就常常会拉肚子 而且它也常常会油变 那什么叫油变 就是说你的脂肪吃到你体内之后 胰胀没有分泌够足够的脂肪酶 让脂肪做一个完全的分解消化吸收 然后直接排到你的分泌上 那这个拉肚子又跟一般的不一样 几乎是每天会有一种不成型的粪便 糊糊的粪便 然后每次到完便 老是觉得大不完 老是觉得肚子这样怪怪的 不舒服 那个也是一丈的一个警讯之一 最后严重了 大便的不正常会造成 大便的颜色改变 变得比较偏白 比较淡 那就是感色素下不来 没有办法让大便变成粪便源的这种激转消失了 再来一个症状就是你会恶心想吐 那这个症状就常常跟头晕或心血管疾病混合在一起 你会没有办法判断你的恶心想吐 是因为你的慢性胃炎或是你的胃溃疡而造成 不是胰胀的问题 就是让你失去了警觉性 再来一个就是你的体重会减轻 因为很多的癌症分泌做一种叫做恶性体质素 一个人反来健健康康的变成枯瘦枯黄干扁 这种体质 因为它消耗你大部分身上的蛋白质造成恶性体质素 最后最大的还是疼痛 经文界的名人副达人 到胰胀癌最后生的受不了疼痛 到瑞士去寻求安乐死 胰胀癌到最后它的痛 非得要马飞 马飞24小时的点滴注射 才能够缓解胰胀癌病人的疼痛 我们知道胰胀癌发现8%90%都是已经是末期 因为它的症状不明显 几乎所有胰胀癌发现都是不能开刀的 如果医生告诉你 你的胰胀癌可以开刀 那你就要觉得你是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群 我们台湾的中研院癌症研究中心 已经在临床试验用一种叫鸡尾酒疗法 除了两种注射用的抗癌药物之外 还加上两种口服的 它可以把原来胰胀癌经过传统的化疗 大概重活8到10个多月延续到11个月到12个月 这是一个比较往前突破 一张癌这么恶性的癌症 我们只要延长一个月都是送我们进步的一个长足的进步 所以这个鸡尾酒疗法 它可以在门诊施行 两个礼拜做一次 所以这个是已经在第一期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都已经证明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也可以列为台湾之光 也已经发表在著名的欧洲期刊上 到现在各位一定了解了 胰胀癌的治疗方式 所有的它的相关知识 但是这个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概念 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生活习惯上 远离酒精 远离脂肪 脂肪是妄恶的杀手 尤其对于所有癌症 特别是胰胀癌 所以脂肪绝对要远离它 酒精远离它 加上前几集 我跟各位建议的 多做运动 每天持续波动的运动 生活习惯 饮食均衡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吃槟榔 把这些所有能够引起 我们身上癌症的因子全部去除 才能够保有你永远的健康身体 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尝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动